普遍人對法援的印象是很容易申請的 是否甚麼人都可以申請的 2016年有一個案例叫BI-BH 申請希望逗留在香港 這兩個申請人未申請法援之前 他們已經有律師幫助他們 他們申請法援之後 他們就轉盡空子 找一些法律上的程序 將那件案件拖到很長 避免自己遣返去原地 因為他們聲稱被遣返回他們的國家 就會被迫害 難民無論他是真好、假好 究竟法律援助應否提供一些援助給他們 按照《基本法》裡面第35條 寫到明說任何的香港居民 基本上有兩個權利 第一個就是可以諮詢律師 如果遇到法律問題的時間 並且也可以指定律師 法律援助條例 這樣寫的 任何人都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法律層面看就有一個矛盾 說法律地位 基本法地位是高過法律援助條例的 照計就應該是只有香港的居民 才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不過現在的情況還是 難民都依然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沒錯 我自己一個經驗 有一次在尖沙咀的時候 進一個便利店買東西 有一些南亞人士就走進來 然後很大聲說電話 又打開雪櫃拿走兩罐啤酒 跟兩個職員揮揮手就出門了 會不會在治安上 在他這段所謂打官司的時間下 會對香港有甚麼影響 一定是有影響的 這也是我的身歷奇境 我曾經去訪問一些工作單位 去到深水埗 由他的指揮官帶我出去巡邏的時候 看到當時在街頭上分開幾班人 每人霸佔一個街頭 你可以想像他們因為沒有錢 可以租住地方 他們只可以三四個人 夾錢租一個床位 大家輪到一人上床位 休息只有幾個小時 其他的時間就會在街上榴槤 在榴槤的期間 很可能喝酒 喝醉後又會有些犯事 亦有機會被不法分子 招募他們犯法 亦同一時間 是跟一些在香港打工的容工 發生了一些風化案件 這些問題 是值得政府 用針對性的方法去處理和解決的